台湾本土美女主持人,被富豪骗去生儿子后惨遭抛弃,为抚养儿子一年接300个通告,32岁变成了这样。 娱乐圈很多女星都有一个豪门梦,嫁入豪门的人似乎只有少数一些看起来幸福的,大多都是在强颜欢笑罢了。 更可怜的是很多生了孩子都还未能嫁入豪门,比如吴佩慈,梁洛诗等等。 还有一个比吴佩慈,梁洛诗更加励志的人,他就是韦汝,台湾知名主持人。 他与富豪张刚为有过一段恋情,陷入爱情的他在未婚的情况下为他生了一个儿子。 但是万万没想到生完就被男友不理不睬并出柜他人,只承诺每个月给予一点的抚养费。 给予的抚养费根本不够开销,他为了抚养儿子疯狂地接通告。 一年都有三百个通告等住他,投入工作的他也变得越来越优秀。 真的是越努力越美丽,梁洛诗现在整个人的气质都不一样了。 穿搭也是越来越时尚,成为了时尚达人了。 32岁的韦汝看起来像小姑娘一样,靠自己依然可以把孩子抚养得很好,这才是最有魅力的女人。 沈韦汝 沈韦汝参与2007年台北电脑应用展。 女艺人 本名,沈韦汝 英文名,Machel Shen 女称,韦汝 小天使,女版沈玉琳 国籍,中华民国 出生,1985年11月30日 32岁 台湾新北市 职业,演员,节目主持人 语言,国语,英语 教育程度,但向大学英文学系学识 配偶,张刚为,2010年结婚,台湾未登记 儿女,姨子 出道地点 台湾 出道日期,2002年,16年前 活跃年代,2002年至今 网络电影资料库,IMDB,资讯 奖项显示 沈韦汝 1985年11月30日 一名韦汝 出生于台湾桃园市 毕业于淡江大学英文学系 台湾女艺人 在主持 演戏 广告各方面 皆活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